上集说到十号在彻底斩杀完仙殿传人之后 他与曹宇生几人又谈论起了接下来要走的道 曹宇生最近一直在研究 怎么在血肉骨骼以及魂魄上刻出杀阵 并且他还准备采集地质器 天之精 滋养倒胎 孕育出生命大阵 太阴玉兔则是需要品味万草精华 最后凝聚成自然神体 至于轻衣就比较特殊 那轮轻月中似乎有着奇异的传承 十号提议接下来几人可以一同修炼 他导致众人自己所修的道非常危险 前两次已经出现了诡辩 这次估计还会出现可怕的东西 尽量要离他远一点 随后十号将身上的宝物全部取出后 便开始引来到火焚烧几身 神艳腾腾 席捡天地 整片苍穹都变得璀璨起来 曹宇生见到这个景象 也不禁说到这样闭关真离谱 完全就是自虐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十号周围亮起了两千多道火光 一盏古灯悠悠而来 他带着不祥的气息 悬挂在了十号头顶上方摆杖处 轻衣立刻祭出清月宴 准备以鼓火焚烧要挟 十号起身告知三人 不是他亲自动手 根本无法化解危机 下一刻灰色雾矮中 走出两道恐怖的身影 他们各自提着一杆方天画脊 气势滔滔 若洪水暴涌般扑杀向了十号 十号取出虚空战机与之硬汗 但双臂却被震得剧痛无比 他们拥有与十号相同的战力 完全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 清一三人看不到十号任何获胜的希望 这两个恐怖的生灵前后夹击 十号该如何以少胜多 有了上一次诡辩的经验 十号知道他们的宝树 与自己并非完全一样 所以他准备将几种宝树连贯使出 做到一击必杀 可怎料根本无用 甚至还被对方联手打成了重伤 此刻十号已经浑身是血 他猜测必须要挑战极限 才能彻底超越那两个 与自己实力相仿的生灵 十号拖着重伤的躯体 让至尊血与轮回符纹结合 并不断演化 他身体发光 至尊血逐渐沸腾起来 通向四肢百害 隐约之间他的体内 竟然散发出了一丝模糊的仙气 十号大步向前 轰得一声爆发至尊宝树 在与那两只可怕的生灵交手时 十号法力如海 肉身更是强横无比 最终十号动用皈依的符纹 将其彻底斩杀 十号知道他不仅迈过了这道死结 甚至还有了巨大收获 一丝模糊的仙气 预示着他在这条路上将要完成突破 曹宇生几人跑到镜前 询问这究竟是什么生灵 当灰雾散尽后 那两具残破的尸体 看起来非常古老 甚至可以说是从无尽岁月前穿越而来的 不过很快那两具尸体 变化成粉末随风飘散了 十号趁热打铁 又立刻选择闭关修炼仙道气息 十号切而不舍 每家一百道 他就会被烧得皮开肉绽 必须得停下来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继续断体 万幸的是十号最近得到的保药够多 可以支撑他任意挥火 然而当两千六百道火光浮现时 铺天盖地的道火将十号淹没 十号被烧得惨不忍睹 可仙气依旧模糊 不曾显现 连曹宇生都怀疑十号走的这条道有问题 不该如此拼命 但十号却不甘心 休养了半个月后继续开始拼命断体 直到两千九百道火光亮起后 一缕仙气逐渐溢出将十号环绕当中 那是大道之果 为道生一的体现 轻易轻叹到真是不可思议 十号果然能够创造奇迹 一旦成功迈出这一步 将在同代中难逢敌手 将来的成就已经无法揣夺 就在众人都为十号的成功感到喜悦时 徐天神坑提醒到 越是接近成功便越危险 鬼变还会再次发生 果不其然 还没等十号恢复伤势 那盏古灯便再次出现 十号连忙吞下一颗半神果治疗伤势 他们感受到这次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恐怖 远处灰色的雾矮中出现了一排身影 他们宛如魔王将士 任何艺人都与十号势均力敌 若是他们同时出手 十号必死无疑 十号平复下的心情 虽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但他也绝不会退缩 十号调用神秘的仙气 想要尝试其中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可怎料突然间十号脸色发白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原本缠绕余生的仙气 竟然开始与他脱离 本旧情况万分危急 十号这下更加没有活路可言了 但同时他体内散发金光 牵引那散开的仙气没入胸口 紧接着仙气与至尊血凝结 彻底消失不见了 当那群恐怖的生灵察觉到仙气消散后 他们也开始远行踏进虚空大裂缝中 不再准备进攻十号 太阴玉兔猜测对方认为十号失败了 不值得出手 众人也不知该为十号感到高兴还是遗憾 虽然成功保住一命 但那道仙气确实彻底不见了 十号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认为自己的路还没有彻底走完 开始滋补元神 让自己恢复最强的巅峰状态